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近日 在广西柳州市陆寨县江口乡 今年90岁的莫兆明迈至大步 穿过街坊邻居的住墓里 高唱着军歌向一座烈士纪念碑走去 这座纪念碑里埋葬着曾经守护江口乡的烈士 1950年 中国人民解放军赴江口乡参与剿匪战斗 一支部队在山区与匪徒相遇并发生激烈战斗 数名战士不幸牺牲 这些烈士牺牲时大多在荒郊野岭被草草埋葬 同年 抗美援朝战争打响 当时年仅16岁的莫兆明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远赴朝鲜作战 他带着并不充足的炒米 炒面 长途行军近一个半月 到达前线马良山 在马良山战役中 莫兆明担任通讯员 在枪林弹雨的战场负责收拉电话线 以保证前线的通讯畅通 然而沙场无常 战事难料 与莫兆明朝夕相处的副指导员被一枚炮弹击中 牺牲并埋葬在朝鲜战场 而这名副指导员也是莫兆明的江口同乡 没能把他带回老家江口 成为莫兆明多年的遗憾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 莫兆明退伍回到了江口乡务农 20世纪70年代 乡政府工作人员向莫兆明提议 将剿匪战斗中牺牲在当地的烈士遗骸集中在一起 修建一个烈士纪念碑 从那时起 莫兆明便开始守护这座山坡 他每年经常会来走走看看 为烈士们祭扫 莫兆明坦言 无法亲自祭奠长眠于朝鲜半岛的战友 成为他一生的遗憾 莫兆明将这份战友情寄托于此 将烈士们安顿好 成为他肩上的一份责任 如今 莫兆明已陪伴这些烈士近六十载 清明临近 莫兆明来到烈士纪念碑前寄扫 他一遍又一遍地轻浮碑文上的烈士名字 并庄重地对着纪念碑敬上一个军礼 随后 他拿起一把磨得正亮的竹扫把 清扫着陵园里的落叶 如今 随着这些烈士的故事被越来越多人知晓 莫兆明也担负起烈士纪念碑的讲解工作 向更多人传递这段历史 近年来 莫兆明从新闻中了解到 已有9批共计913名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的遗骸 通过专机接回故乡 他的眼中也多了些光亮 他盼望着自己的副指导员有一天也能返回故土 我也经常看过这个新闻 用转机去把基本军的烈士截回来 我们那个副指导员如果截回来那就更好 就不用再遗过他 哎呀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